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标题就是 《环球资金涌来》 我们看看环球资金怎么会涌来呢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疫情之下 每个国家,特别是欧美、日韩、中国 都要帮復兴经济 而復兴经济之下唯一可以做的办法就是因人子 大量的补贴、大量的疫情救助基金 会大量的热钱流通在市场上 希望能够振兴经济 而一些拿着钱的朋友或者是拿着资金的话 他们面对这个疫情 全世界都因人子之下 他们的钱是怎么去安置 经常都是说的钱是怎么去安置 如果在美国的十年债券 都是在说一厘的话 因为香港有和美国做一个叫联系汇率 联系汇率就是将它的美元和港元挂钩 所以令至港元的币值 亦都可以有一个保障 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浮动性 但是香港的利息就比美国 香港的利息就比美国那边环球来说 够为高 所以你看到地球 每个人都在印钩 持着钱的人 每天都在想 我去哪里能够有高利息的地方 可以先买 所以令至金管局 就在三天之内四度出招 用77亿的港元摘了美金 我相信这个大方向都会不断持续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港元的存款利率 都较美国和欧美的地方会高 所以令至资金是赚一个套利套顿的形式 所以来说 我们是面对这么大量的资金勇港 我们香港会有些什么呢 短期来说就会放港元 放得久的时候 其实它都会追逐一些叫资产 资产来说是什么呢 包括我们是要房地产也是资产 香港来说最多的资产都是房地产 所以来说 我们看不到房地产会有跌的方向 但是又是这么说 如果是相比较我们一何资格的 一何资格的国内 你看看资金会静肖静肖 也会流入我们身边的大湾区 因为大湾区的资产 如果我投资用资产 物业来说 第一我们要弹求安心 第二就是我要弹求最高的最高的陪报 那有些热钱都会同一时间流入这个大湾区 那你见到深圳来说 其实我们的报道也是 之前来说也是深圳很多报道 我要介绍给大家知道 每天一秒钟就卖过千万个豪宅 也有几百个客户追逐那些几千万个豪宅 也都是要给到茶钱 要给到一百万的茶钱 为什么有这样的市场现象呢 就是因为资金在市场上非常充裕 也都是这样说 在疫情之下 中国或者是环球也是 政府是用了很多的资金 去保持一些叫做企业 令至去重踏这个经济的齿轮 但是无奈就是资金一定是追逐彩虹 哪里会最快赚钱 哪里会最快有德国都回报的 就是资金就会流去那个地方 哪怕可能这些钱是用来本来补贴的老板行的 但是此一到了呢 就即时就流去房地产 所以来说呢 我们看到呢 在大湾区 或者是中国主要的城市呢 其实来说也都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房地产是率先是爆了上去 近期深圳呢 也都是这样说 也都开始做一个叫做 中央未出声 它是先行呢 已经是限定一个叫做二手楼价 希望大家就说 不要升得太厉害 短期间要升得太厉害 因为那些楼不是用来炒的 但是无奈 因为中国人一定是 国内人比香港人知道国情 也都知道那个财富转移 都是在房地产最高增长的 所以他们呢 民风就先动的 我们可以分几个大方向看的 国内如果你说 将资金去鼓励内需 这个我经常都和朋友说的了 国内在这个环境之下 是不是就是说 很多资金下去做大基建 下去做补贴企业 下去补贴汽车 补贴内需能够在这个疫情之下 令至13亿人14亿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复苏呢 其实很难的 做开生意的人 市场小了 在市民角度 他的荷包缩了 前景不明朗 他怎么会去消费呢 这件事很客观的 但怎样令到14亿人口都开心 去放肆去消费呢 就是在国房地产只是松绑少少 令到一线的房地产的楼价飙升 而带动二线 带动三线 所有人的财富在短期里面 能够增值到 增加了可能五六十万的话 我相信这个心理效应 还比你说补贴去多少钱都没意思 好像给这三千元的消费券 一万元都没意思 因为突然间我袋的资产增加了五六十万 大家是否安心了 亦都可以在市场上消费 这个是我看到中期短期 中国会将房地产会松绑 因为国内来说 其实国内房地产这几年里面 其实压抑得好死 因为它压抑一个泡沫去泡沫 但是无奈因为要救经济 要救国家 所以在房地产方面 我看到它会逐步逐步会放松 那民风先顿的深圳人 就已经开始在深圳里面爆 就是二手房地产 就非常的爆得厉害 一手来说 因为有个备案架 所以令到不能够 即时可以跟回市场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很多时候呢 就令到有一些叫做 秒杀 一职日可以卖完的楼盘 而另一方面 亦都有一些叫做走后门行为 亦都叫做给查钱 那希望有些人就是 叫做买一些叫做一手楼 这个现象 这个是市场现象 所以来说 我们在香港面对现在的疫情之下 我们看到五月初五月中 有机会会逐步开放 我们可以进去大湾区看楼 亦都希望朋友能够在这段时间 更加在出发之前 更加去了解每一个区分的发展 杜桥基建 或者是投资前景 是否适合自己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 如果有些叫做很多 叫做楼盘明星 或者叫做楼盘超市 其实你走进去里面 你去到里面 基本上他就问你 你问他最好哪一件 他不会会回答你 他反问你一句 你哪里在乡下 你想去哪里 即是等于在旅行团 那么多团 你想走哪一团 我就帮你报名 你拿下人名 到时就去 那就浪费了很多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不要紧 因为转过头 如果你是因为 你没有做过市场分析 而错过了一些叫做低水 或者一些损的地区 或者发展地区的物业的话 错失的机会 就很难会掌握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 朋友如果有兴趣大湾区 也都是关心自己 紧如的储聪 因为为什么呢 在疫情之下 如果是月光一族 就当然没得好说了 就是保住这份工了 但是我们有一些 是我们叫做中产 也都是在香港累积一些 叫做很辛苦累积的财富 而这个财富是否看见 每日给这个环球资金 每日印银子冲淡了你呢 其实很伤的 因为我们都是出卖努力 去赚取一些很微薄的储聪 而在这个环球印银子的情况之下 也都被人冲淡的话 好像说买匯豫匯豫都没有息了 是吧 那你见到银行体制之下 其实是银行 买银行股也都是不是那么好的 那有什么资产可以好过 就是说投资回房地产呢 如果房地产 我们经常说房地产 我们为什么会看香港的房地产 是那个我们说不是不好 是相对它的增长速度较为慢 如果我们隔离大湾区这个位置 能够增长速度 是比香港的房地产 亦都是用少的资本可能 增加速度的收益的话 所以我们是讲多些 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下了解 那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 也拍了很多片 之后呢 我们也都会带大家 是做一些叫做现场直播 楼盘直播 也都是做一些zoom 方便在世界各地的朋友 也都第一时间 虽然回不了香港 但是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我们大湾区的资讯 因为为什么我看到呢 未来这一两个月呢 其实国内优质的楼盘 会消化得非常之快 特别我们经常推介的维州 因为他不是让香港人买 因为他本身是 是渭州人要买 所以我们就这么说 为什么要买呢 因为在广州都说是三万一方 在东莞都是两至三万 在深圳是四至五万 而慰州来说大约是一万至九千五 大家来说是九十几万可以买一千尺 这个是我们今时这分钟 是2020年的四月 还可以说是九千五元 还有机会可以运购到 之后我们看到它沿着高铁通车 路桥基建成送 大家那些人都认同了维州的房地产的话 我相信这个价钱也可以去到万五左右 万五是一个正常价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